今天元宵节湿湿冷冷的 但动物园还是来了不少民众 不畏冷风动雨的 说是要赶快来入园 想要来看营药 立刻临线给记者邵渝民 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又是湿湿冷冷的一天 现在可以看到台北动物园这边 天气都是这样灰蒙蒙的 只有少部分的民众在现场排队 不过今天因为气象局 已经发布了低温特报 尤其是因为受到强烈的 大陆冷气团来袭 加上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台湾整体的气温都是偏低的 中北部地区低温大约只有10到11度 而中南部地区加上花东地区的气温 大概也只有12到14度左右 提醒观众朋友要出门的时候 海啸做好防寒准备 台中啊 特地赶来要拿小提灯吗 对啊 我们那边是还好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这样子 有做什么防寒准备吗 有啊 你看都戴围巾那个 穿外套啊 不然我们那边不用这样子 其实准备还蛮充足的 其实都还OK 怎么说你准备了什么 我穿了两件外套两件衣服 所以总共四件其实很保暖的 是有先设想好说 今天的天气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吗 有啊 那这样的天气有没有影响你们的心情 其实没有耶 就还是玩得开心啊 好的我们刚才有听到 有部分的民众呢 要出门前都已经先多穿的衣服 加点围巾 还要戴上你的散具哦 因为今天呢 整体各地都有短暂的震雨 尤其是高山地区还可能会下雪 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 基隆北海岸地区 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 特别要小心落石跟摊方 要出门的观众朋友 雨具一定要记得 要特别 还有行车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还棚内 好谢谢玉敏连线报导 也要提醒大家出门 真的要多穿一点衣服了